今天邀請到110高譜雙榜的賴同學 參加我們私房人的上榜生尬聊 前面幾個的話 有可能是榜首或者是榜眼之類的 這次主要是邀請到雙榜的同學 因為有蠻多同學他們可能目標 不一定是說想要成為榜首或榜眼 先請賴同學分享一下放榜當天的心情吧 因為其實我自己原本是準備調查局的考試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高普考只是抱著 就是去練筆的心情去考試的 所以放榜的時候我是自己挺意外的 尤其是我在高考法連寫完的時候 就覺得應該是都不太會寫 然後就有點不拿手 然後普考一般行政的時候就寫得比較順 所以那時候覺得就是 可能就是普考應該會上 高考就隨緣這樣 所以考試放榜當天我就是有點嚇到 然後之後就覺得很開心我上榜 然後因為之後還有在準備調查局的考試 所以就會覺得有比較安心 大概我考試那時候的心情 不過那時候也是一直重複刷那個榜單 我就覺得好像會不會是寫錯名字還是什麼的 然後是真的是有寄E-mail通知 就是成績通知的時候 我才覺得說好像自己真的上榜了 對 就以為是那個主辦單位 就是可能那個高考跟普考放錯名次這樣子 對啊 應該說大家可能上榜都會很懷疑吧 就是我覺得可能大家一定要真的自己有時候要通知 才會確定說真的上榜 不好像查那個榜單怎麼看都有問題的感覺 對 然後也是因為今年有準備調查局的考試 這樣子就覺得好像自己不害怕失業了 就是可以比較安心的去準備接下來的面試這樣 那真的是挺不錯的就是 因為其實算是寫雙榜 然後但是同學其實是調查局就是有上榜 然後但是還要準備面試這樣子 那同學他上禮拜有參加我們上榜生來Party活動 就是其實蠻可惜的 原本是想要在台北辦實體活動 但是因為投資疫情爆發的關係 只能改成縣上場 那就是因為算是第一次就是轉成縣上場活動 那想要問同學就是對四盤人辦你本場活動的感想如何 因為其實那時候其實我在接到四盤人投資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在上台北路上剛好在課運 就真的是很剛好 就是我一上車大概五分鐘之後吧 四盤人就打電話過來 然後我就想說 對啊想說天啊怎麼這麼剛好 然後後來想說算了反正也要上去 然後不過我覺得那時候其實 就是四盤人打過來的時候我就覺得有在意料之中 因為想說那時候疫情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四盤人這樣的處理就是很棒 雖然就是可能覺得很可惜 沒辦法實體見到啦 不過在講座主婦的話就是 因為前面是何雲峰老師會分享一些 第一次當公務員要注意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部分真的很實用 不然大家都是第一次當公務員 就很怕會忘了什麼東西 還有一些就是時辰要注意的東西 對就很感謝老師的分享 然後講座後面也有各個學長姐的一些心得分享 然後像我們那組的學長我也覺得 他的回答都講得很好 而且都很精確 對所以就很感謝司法人就是有辦這個講座 這樣之後就疫情比較緩和啦 然後有機會可以辦實體的活動這樣 那就是其實蠻希望就是同學調查局可以過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新的年度的那個調查局學長來分享 就可以交給你了這樣子 對希望可以 那我想要請問就是賴同學當初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投考組合呢 因為之前文字版新的時候有提到前面兩年是準備調查局特考 後來雙榜就是高考法律連政跟普考一般行政 像是行政法行政學政治學跟公共管理這四科都是之前調查局特考沒有的考科 然後高考的法令又多了公務員法 其實那蠻多科目的耶 就是想要知道說同學是怎麼樣就是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啊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我這個投考組合是很奇妙 就是跟我朋友分享他們覺得說我怎麼會有人這樣子跨這麼多課 然後主要是因為我自己就是因為群年調查局沒有上之後 所以就決定在可以自己考最後一次的機會 然後那時候就剛好朋友也有一般海壽的政客 所以就跟他借來看 所以我在選擇的時候主要是以自己什麼科目比較熟悉 是以第一個優先 然後第二個再去考慮哪些科目配分計分的重點 因為像高考的時候八成是專業科目兩成是共同科目 可是普考的時候就是全部都是平均分配 所以我就用這個去篩選 然後最後再看我現在手邊有哪些課或是我已經會哪些東西再去做選擇 對 所以在高考法律連證的時候 我反而就會覺得會比較好險 就是因為高考法律連證其實我主要就是刑法刑訴跟社會學都是調查局的科目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比較上手 可是就只有一顆公務員法 然後他的比重也不會拉很少所以就覺得還好 然後反而是普考的時候我就覺得一般行政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反而覺得要去選擇就是沒有公務員法 因為那時候公務員法沒有政客 所以就覺得有點可惜 對 不過我在挑選科目的時候還是以調查局練比的科目為主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同學有提到說只花八個月的時間去準備高考法連跟普考一般行政 那想要問說就是同學是怎麼做到的 然後跟你的讀書時間是怎麼樣去分配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其實搞國考比較重要的是平均分數 所以以我的策略來說的話當然是先分成調查局的科目跟服事調查局的科目 然後調查局的科目的話我自己是先前面花大概一個多月的時間看教科書 然後我自己看書算快 可能大概一本教科書我可能大概可以花十天就把它看完 所以我就覺得用這個方式去補出自己的基礎就是比較弱的地方 然後在去年的時候因為都是在看解題書所以今天想說可以看一些其他東西 然後之後所有時間我都是在念解題書跟準備讀書會的討論 對 就是可能一個禮拜就會抓可能一年份考試的分量這樣子 其實基本上就是每個讀科都要控制 然後像是刑法、刑訴、政治學的話我就是可能一個禮拜就是會各花兩天的時間 然後再一天就是給社會學 然後到考試之前的話就是有把近五年的考古題都做了三遍以上 對 因為其實仿助看的話到後面其實都看很快 然後都會知道獎益在哪裡 所以其實我到後面都沒有做什麼計計 就是一直在翻獎益 然後就是直接知道在哪裡然後就直接翻到就可以了 所以後面都是一直在練下標題的方式 再來不是調查局的科目的話 我大概是從三月吧 因為那時候就想說放榜之後我就想說稍微放鬆一下 所以就有點像把它當成連續劇在看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慢慢看慢慢看 然後再從三月看到六月 才把政客看完 然後就算是我們也要考試的科目 我也是當興趣或是知識補充來看 有點覺得像是行政學、公館、公測這些 像我只有考到前面兩科 可是因為其實政治學在考的時候其實全部都會考到 因為像現在政治學的考試範圍越來越大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嗯就是隨便來補充一下這樣子 之後我把政客看完之後 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刷選擇題 因為我知道做到補考大部分的考科都是還是有選擇題的部分 就想說選擇題有拿分的話 然後升論題就在考試前一個月至兩個禮拜前 然後才開始慢慢的去看一些升論題的寫法 或是一些考古人題的部分 對可是我的主力還是放在選擇題上面 對所以其實在整體而言的話 我的準備考試的策略就是不是調查局的科目 我就拿基本分就好了 然後選擇題衝高 所以跟我的調查局科目比起來的話 其實就沒有花太多的心力跟時間 所以我可能就是只有正在高普考 快要考試前的時候 我才會花比較多時間去念 然後剩下的時間的話 還是以調查局的科目為主 對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去稍微自己算一下 因為我可能會算一天可能會有三個時段 就是早上下午跟晚上 然後這樣子去平均分配給每個科目 然後再把我的重點科目加強 再把它算出來這樣子 對這大概是我讀書的時間分配這樣子 那同學用不同方法 橫跨四家補習班的課程 那就是在新德文裡面有提到 那在這支中大推司法人題庫班的原因是 我自己是有大概等級成四點 就是第一個我覺得 就是司法人的題庫班 自己底價之後 就覺得價格很合理 然後第二個就是因為他糖素也比較多 然後我自己覺得上完之後 有點像是上精簡版的正課 因為我覺得分量這樣很足 然後再加上前面價錢 所以我就覺得CP值很高 所以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是今年才又再準備一次 因為我考完試之後 我就完全不想要念書 所以其實就今年我就想說 就可以調個比較短期的課程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準備時間比較倉促的話 然後也覺得自己沒有時間 把正課可能四五十堂課 全部K完的話我覺得司法人的題庫班的 這份量是很足夠的 不過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定的基礎啦 不然如果只是直接來上題庫班的話 就會覺得都會聽不懂 或是覺得跳很快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我覺得就是題庫班 因為有提供讀書會的部分 然後我自己覺得 司法人的讀書會也很棒 然後就可以做額外的補充 然後像是有些老師也會發一些額外的題目 可以練習 不過雖然去年都是線上的讀書會沒有實體的 然後我也覺得有點可惜 對 然後最後的話我是覺得 是因為還有送總複習啦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整個 就是我覺得司法人的題庫班 就是很經濟實惠 然後內容的話是真的可以去 讓你可以準備考試 然後可以上榜的這樣子 謝謝同學的喜歡 所以如果說時間充足的話 就是同學會考慮司法人的政課嗎 會耶 去年調的局大概是1月的時候放榜 然後因為我沒有上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這個整段時間 就是比較衝促 然後再加上我也要準備高補考的關係 那時候就沒有考慮要再上政課啦 就是可能全部的政課這樣子 對 哦 剛剛同學有提到說就是 你考完試到放榜之前 這段時間是完全不念書的 哦對啊 就是嗯 哈哈 就想耍費一下 可是其實我覺得就是同學這樣子的話 就是一本身的那個精神狀態 掌握得很好 就是耍費的時候 就是盡全力去耍費 然後就是如果說念書的時候 就非常用心的念書這樣子 嗯 對 因為我覺得考試其實比較重要的是 自己知道自己現在要做什麼 然後全心投入 不然的話其實在玩的時候想讀書 在讀書的時候想著要玩 其實兩邊都會做不好 而且心情都會很長這樣 那在這支中的話 你有特別喜歡的老師嗎 就是我們司法人的老師裡面 就是你們喜歡他們的部分 我自己覺得我在上題庫班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三位老師都很棒 然後因為第一我先講祭崗老師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這次連證可以上榜 很多都是因為感謝祭崗老師 讓我的刑事法分數就比較高 就是可能都到二十幾分以上 然後我覺得老師上課很有趣 然後直接用對經驗的方式 然後把重點全部用表格 或是用一個小筆記的方式呈現 所以我在考試前複習我都是用老師的筆記 然後在考試當下我就想說 老師好像這樣講 所以我就按照老師講的話 然後就是複製貼上 所以其實只要跟著老師的上課脈絡的話 其實我覺得 其實準備考試都不會很困難 然後老師的課的話 我大概有整個看了兩遍吧 因為我自己不是法律本科系的人 所以他可以幫助不是法律本科系的我 然後去培養對法律的感覺 因為有時候你在寫題目的時候 會遇到不是很熟悉的題目 可是你還是可以憑藉著培養出來的法幹 就是大概去列出坑封兩說 然後像我自己就是那兩集都是有拿到基本分 就還是可以穩定過關這樣子 就有點像是說 就是平常追劇看英文的時候 培養語幹這種感覺嗎 看季剛老師的課程就是培養法幹這樣子 真的真的 因為其實到後面 其實像有時候題目都會出一些很 細節滋味末節的題目 就是大家可能真的不會讀到 就是那種很天門的東西 可是如果法幹培養好之後 其實就算你沒有直接念到那個東西 可是用這個方式的話 我覺得還是什麼題目都可以解這樣 對 因為像季剛老師的話 他本身主推就是說 你要理解不是死倍 因為就是法條的東西很多 但是你整個架構出來之後 你就是靠著推理邏輯的部分 然後就可以拿到一定的分數這樣子 對 我那時候就覺得這套真的很棒 因為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其實他不會只有講教科書的脈度 他還會去講出一些批判他的東西 因為我家老師就有上課會講說 就是可能那些大法官在寫一些就是 判決或是解釋文判例那些東西 可是都還是有可以被執移的空間 就是他會希望就是他的學生 就算不是念法律出身的 可是也要有執移的人 我覺得這樣子批判思考的能力 不會單單只是運用在考試上面 我覺得之後工作出社會都很重要這樣子 因為比如說像聖論題的話 可能就是會 你可能寫完坑峰兩說之後 要再寫一些自己的見解這樣子 對啊 所以其實這時候要拉回到 經常到底沒有在這樣的序面 然後我就覺得 可能老師上課都是比較幽默吧 然後有時候就是會有些諷刺的感覺 政治不正確的部分 對啊 我就覺得其實挺好玩的啦 我們上課老師是講一些話 我們是沒在講這樣 我也覺得是很原汁原味的保留 我覺得很棒 對 這個一定要保留 這樣大家才可以上榜 好 OK 那再來就是另外兩位老師的部分 方苑君老師的部分的話 我就覺得他會很散場 用很多新制圖的方式 串連起很多章節的內容 因為像我覺得 今年很多政治學考題 都不是很典型的考古題 所以需要有去整理各個章節的能力 然後把它串連出來 所以我覺得老師用這樣子的上課方式的話 其實是可以直接去建立整個問題的前因後果 然後也可以去了解 三論題要問的問題意思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整理出來 然後老師上課講的話 我也覺得很棒 因為老師上課都會直接把所有的標題都整理好 因為其實在準備三論題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下調 所以其實老師的這個方式 就是可以讓我直接去很精簡的去準備那些東西 然後我自己也有加方苑君老師的IG 然後老師的IG也是非常的棒 因為他都會在IG上面放很多 就是一些政治學的相關內容 然後也會做直播分享 然後我覺得比較好的是因為去年 就是疫情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是在家地面書 然後我就很感謝老師都是有IG在做分享 然後可以去舒緩考生那個緊張的心情 對 然後老師也會一直很鼓勵 就是他自己的學生 然後可以多寫聽給他改 所以就這樣子一直磨練自己的針對技巧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感謝方老師 就是這麼的用心這樣子 好 之前小編也有追蹤老師的IG 那就是老師之前比較有空的時候 就是其實是可以看到說 他幾乎是每天都在分享 而且就是尤其是考前那段時間 就是老師每天都會出那個 就是用IG的那個選單的功能 然後來做那個選擇題 讓大家練習這樣子 對啊 我最後其實選擇題都是用老師 就是可能就是因為我後面比較懶得做選擇題 然後就是跟老師的那個IG就是練習這樣 而且老師都會當天就馬上就是會去說媒體的相見 然後再說那自己之後可能要怎麼去準備什麼 然後我覺得老師真的是非常的棒這樣 可以去當什麼直播主之類的嗎 對 就是老師之前也是蠻常直播的 就是有懷疑他可以朝這行前進 欸沒有啊 政治學直播主 也是蠻鼓勵同學就是購買老師的那個解題班 就是可以更完整的去讓老師批改這樣子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要輸出練習 就是你可能看完書之後你不一定會寫 那就是多寫多量 反正就是給老師改定多就是被碎唸一下 說怎麼寫成這樣 但是你上考場的時候你一定要會寫這樣子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啊 而且老師不會只是碎唸 他會很大念嘛 啊 大念是不是 對 看寫的程度啊 因為可能一開始真的是被改得很慘這樣 他說現在在寫什麼東西 可是就是因為老師就是 很認真的去看你每個段落跟裁判啊 或是下標題的部分 就是很精緻的去雕每個地方 對啊 所以最後才可以 很順利的寫出一個很好的生論題這樣子 最後就是那個藍欣莎老師 雖然沒有上老師的政客班 可是老師的解題班就是 很清楚的告訴我們就是這題的步驟 還有一個就是六個步驟 想起的話可以上老師的課就知道了 然後我覺得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也會去補充很多關鍵字 或是一些數級語稱 都是很適合拿來做就是開標題使用 然後老師可能在練習的時候 也會親自示範怎麼去下標題 然後在標題看到覺得 嗯 一定可以拿分 所以這次其實社會學 我有幾題都是直接拿到22分 23分這樣 因為我之前都是用比較散文式的寫法 可是因為這次我就使用藍欣莎老師教的這一套 然後社會學的分數就是 高分的話真的都很高這樣 對 然後另外其實 雖然我是買就是吊公主的解題版 可是因為剛好自法人就是 今年也有放總複習在YouTube上面 那時候就是剛好在YouTube上面 有看到遠徐老師的就是行政法總複習 然後我也覺得老師講得很棒 然後講義真的是編得超級用心 就是雖然是免費公開 可是我覺得真的是還是很用心的在編寫 所以我在考試的時候 我就是有特別看老師的總複習 然後我在考場前 也是看老師的行政法的總複習 然後我覺得是老師抓題很準 因為那時候這次高考行政法 結果我被老師抓到 然後我也是順著老師的解題架構去寫 然後已經拿到不錯的分數這樣子 可以再請同學分享一下 延宣老師的行政法總複習講義 覺得編寫得很不錯是 就是我覺得它是寫得很白話文 因為我可能有上過其他的行政法的老師 然後我就覺得可能要比較本科系的人 或是比較專業的人 可是我覺得就是嚴選老師在上詳意的時候 他都編排得很清楚 然後會直接告訴你說 那我們要用什麼概念去解 然後他的概念講得很清楚 然後再來是比較細節的 就是下標題要組合去使用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很精準的直接 因為其實我行政法沒有著墨太多 然後真的是因為老師的總複習 就是幫我做最後的推進器的感覺 然後讓我可以安全拿到一些分數這樣子 謝謝同學的分享 那最後就請大家同學 對被考中的學弟妹說些鼓勵的話吧 我覺得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在考試的時候很喜歡的一段話 就是在自己的時區裡永遠準時 因為我覺得可能大家在考試的時候 就是感覺現在都是人生最艱苦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你都只能在準備考試 然後不能有任何的社交這件事情 不過我覺得其實還是可以有點社交 可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自己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保持心態的穩定 然後每天都是很穩定的輸出 讀書這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都會設定 每天都是比昨天的自己 再多會寫一個深論題 或是每一科都多會一個深論題 或是多會幾個選擇題 那其實我知道大家考試那天的話 我就什麼都會 然後就可以順利上榜了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考國考沒有這麼的困難 是因為它是考平均這件事情 就是它平均分數有到 你就上榜了 所以你也不用哪一科特別的突出 也不用每一科都花很多時間 重點是要去理解自己的強弱科 然後穩定自己的心情就可以了 順利的上榜這樣子 好 謝謝同學 那我們今天的訪談就到這邊 那就是希望學弟妹 就是可以在聽完上榜的學長的 分享之後呢 就是也可以多一些感想 然後就是可以把那個學長的經驗 就是運用在自己的 就是準備考試的過程這樣子 那文字版的心得的話 就是示範一樣會放在官網 那同學也都可以去看哦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同學 謝謝 謝謝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